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到公园赏花灯 小朋友在帐篷区钻进钻出 玩起捉迷藏 其实这些帐篷就是展出的花灯 一到晚上 花灯展现缤纷色彩 三名台湾国际级设计师展出作品 曾经获得红点大奖的陈永基 用LED灯和镜子反射 呈现梦幻世界 另一名设计师周玉润 以竹边米筛当鸡的身体 鸡毛胆子当尾巴 做出环保花灯 而设计师李明道 则是以本土花朵日日春 搭配台湾最流行的帐篷 做出可以看又可以玩的花灯 只是这些花灯 造型跟传统花灯不同 民众怎么看 还蛮有创意的 还蛮有创意的 但你看得懂他想表达的 不懂 艺术而已 其实都怎么样 没话我去说了 每个人欣赏不一定 小朋友几秒钟就看完 花灯 一旁的游乐区 反倒是人气抢抢棍 其实欣赏这些花灯 需要花点心思 战鹏好像是一个 我们的国民语言一样 后来就是战鹏 它如果里面被点一个灯 其实还是像一个大灯笼 其实很多有镜子 还有一些光影 就让它去体会 就不像外面说 有一个形体 这个是Hello Kitty 这个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 就不需要 再重新去塑形了 结合装置艺术 创意花灯 跳脱传统造型 让欣赏的人 投射出自己 内心的花灯世界 记得神国热蝗蟲银 台中报道